協商的當下 四個字他們一定要嘛 他們要定義這次這個翻覆事件 叫惡意碰撞 問全國的觀眾朋友 誰可以接受我們台灣 接受惡意碰撞的四個字 海巡署出來講得很清楚啦 海巡署已經出來講 從雷達軌跡圖 確定這不是海巡弟兄 衝撞禁止的快艇 而是在追逐過程中 中方快艇不勝翻覆 海巡已經拿出了 雷達軌跡圖了 你怎麼可以叫我們要吞下 這叫惡意碰撞 而且最離譜是 還要我們的海巡官兵 到中國去應訓 對 你是在說什麼啦 這個事情 王定委委員爆料完之後 在立法院李昆成委員 問說有沒有這個事情 海巡署證實 真的有這件事 所以王定委員不是亂講 他們真的有要求 我們的人要跑去中國 而且陳玉珍也證實有這件事 陳玉珍在接受記者訪問的時候 他說 哎呀 他們想要溝通 要找我們的海巡官兵溝通 我們海巡溝通 還跑到中國 接受你們的溝通 他們是在說什麼 沒錯 第二個 除了說沒有上香 這個事情以外 他們協商失敗 回中國前 對媒體放話是講什麼 你就是他政治的目的嘛 他們說台灣不願意道歉 請民進黨當局負責 後果由民進黨當局負責 你扯這個民進黨幹嘛 你是政治操作嘛 所以從頭到尾就很清楚 他們沒有真的要跟你談 他就是先設定框架 惡意碰撞 你要道歉 民進黨負責 談不成就拜拜 所以沒有誠意要談 這第一點 第二點 為什麼我講藍白在搞認知作戰 我回到昨天的那個臨時提案 對一個司法偵辦中的案件 立法院成立調閱小組這件事情 我們看到民眾黨 麥玉珍有提案 高金素媒有提案 國民黨丁學忠有提案 我們本來以為是麥玉珍 可能對法律不是那麼了解 結果今天媒體去問 麥玉珍證實了 黃國昌你知道這個案子 麥玉珍講 經過民眾黨團討論後才提案 民眾黨團的總招是誰 黃國昌 所以這案子是你一起下去討論的 現在出包了 黃國昌當然要硬拗啊 黃國昌多惡劣 黃國昌說 你們民進黨啊 亂護航 你們以前也提過 這個叫做那個 要成立調閱委員會 對司法案件 我本來以為 黃國昌這樣有道理 我們民進黨被打臉了 我去看你在講哪一天 他舉了2013年9月30號 民進黨的立委提案 九月馬王政爭違法監聽一律 成立調閱委員會 拍謝黃國昌 小弟我當時剛才當國會助理 我完全記得這件事情 當時就是因為立法院通過了 通過這件事情之後 高檢署不願意提供資料 所以行政院法務部高檢署 不願意提供資料 行政權跟立法權抵觸了 要幹嘛 打憲政官司 大法官釋憲 經過了兩年 在2015年 正式的729號釋制就出現了 就是告訴大家 不行 爭犯中的案件 不能調閱資料 所以黃國昌民只講一半嘛